马上为大家邀请下一位分享嘉宾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赵鲜明先生 他将介绍5G如何助力垂直行业智能化转型 有请 长期以来中国移动和中兴在网络系统中端等领域 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 有请赵鲜明先生 尊敬的上路市长 尊敬的礼乐总裁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非常荣幸 能够代表中兴通讯 受邀来参加中国移动的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首先呢 还是对各位领导 带领下的中国移动 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表示热烈的祝贺 也表示由衷的敬佩 让我们也相信 中国移动 这个由众多的优秀人才组成的团体 未来还会不断地创造出更加娇人的业绩 作为中国移动的重要合作伙伴 中兴通讯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 始终得到了把中国移动 给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尤其是在 中兴通讯 发展过程当中 遇到重大挫折 特殊困难的时候 中国移动始终能够 雪中送炭 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昨天是西方的感恩节 今天呢 我也是怀着感恩之心 感激之情 来到这里 借此机会 代表中兴通讯 分布在全球各地的 八万一千名员工 对中国移动的各位领导 给予中兴通讯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 今天的 我们这个大会的主题 是合创未来 智联万物 我想 我的理解 这是我们中国移动 面向未来的发展的理念 也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 一种务实的描述 前面 上总市长 李乐总裁 还有沙总 也都对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做了更加细致精辟的阐述 我想我这里面 粗略地谈一下 我个人的一些感受 前面我们总提 万物互联 或者万物移动 互联 但今天 中国移动 提到了 万物智能互联 我觉得 这是对未来 发展前景的 更加准确的描述 大家众所周知 整个社会 正在经历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智能化 在整个社会 在整个社会智能化的 数字化转型 智能化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出现一些 新生的业务和新生的应用 现在大家所熟知的 人工智能 互联网 虚拟现实 车联网 还有工业互联网等等 这些新生的业务和应用 离不开我们基础设施的支持 我们也认为 将来这些新性的业务应用 如果能够得到 更好的发展 更加蓬勃的发展 一定需要我们的基础设施的 能力的升级 那么我们基础设施的 能力的升级的规划 就是我们所说的5G 5G的时代即将到来 5G将会支撑社会 发生很多的改变 李月总前面多次也提到 4G改变是我们的生活 5G将会改变我们的社会 5G的能力升级 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领导和专家 也都非常熟悉的 能力升级的增强的三个特征 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大带宽 一个是海量的连接 还有就是高性能 高可靠性和低视野 来支撑那些更广泛的 包括一些特殊领域的特殊的应用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大带宽的要求 标准上ITU的定义 要用相当于4G时代的 10倍的带宽 要支撑 是4G的100倍的吞吐能力 这意味着对我们的技术 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是极具挑战性的 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 采用更新的技术 来提高频繁利用率 在5G的众多的关键技术当中 其中有一项 就是Messy Memo 大规模针链天线技术 是至关重要 是满足这项需求的 至关重要的一项技术的创新 这种创新并不是理论的创新 而是应用的创新 实际上在军事上 很早就应用了这样的一种技术 但是今天 把它能够在民用的商用系统当中 进行使应用 这是应用上的创新 这个技术实质上是一种空分技术 它能够有效的提高 散去的吞吐量 同时也能够增强覆盖 这种技术既可以用在 未来的5G 实际上现在已经证明 也可以用在 现在的4G网络当中 让它提前为我们带来 可观的价值 这项技术在多年以前 中兴通讯在业界里面 第一次提出来 把它用在4G网络当中的时候 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认为是不可行的 但是今天 没有人再对它 这样的一种应用方案 产生怀疑 另外在这里 也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中兴通讯 自己的一个观点 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采用了 Messie Memo这样的 特殊技术 关键技术 能够使得5G的覆盖 得到增强 大家通常认为的 5G的频段 因为支撑大带宽 并用到更高的频段 至少是3.5G的频段 那么认为 大家普遍的认为 一开始普遍的认为 3.5G的5G 我们的 布网 是非常困难的 很难形成连续覆盖 是需要各种补充的手段 比如说还要用到4G的 补充 来支撑和完善这样的覆盖 但是我们中兴也是行业里面 第一个提到 经过研究之后 我们提出 3.5G频段上的5G 是可以实现连续覆盖 它的覆盖的水平 不亚于4G的2.6G 甚至比2.6G的覆盖还要好 这样一个结论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什么呢 很多领导也都担心 未来的5G布网会过密 我们的占值 获取难度会更大 成本会更高 如果是有了3.5G 可以做连续覆盖 它的覆盖水平 不亚于2.6G的 4G的覆盖 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 就意味着 我们未来的5G 在3.5G上的布网 可以利用我们现有的 4G网络的占值 当然 现在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这样的一个说法 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很多人的 又是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但现在陆陆续续 还有一些人也认识到 这个结论是成立的 未来我们相信 应该能够形成共识 当然这里面 我们也多少也有些无奈 因为中兴每一个阶段 提出一些自己的特殊的看法的时候 往往容易遭到质疑 这也是因为我们在行业的影响力 话语权还不是很强 我们也深深的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5G增强的性能第二个方面 就是超级连接 超级连接在标准上定义 要支持海量的连接 这个来支撑物联网的 这样的一种应用 同样它也需要各种 创新技术的突破 我们在行业里面 也跟同行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在证交多指技术方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突破 中兴呢 也在这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创新的解决方案 也是中兴具有特色的 标签式的 我们这个解决方案 就是MUSA 这个MUSA技术可以 既解决大量地质网的需求 就是能够支持海量的链接的 同时的接入 同时它也能够有效的消除干扰 还有因为它有效的降低了 信定的交互的开销 也使得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性能 得到提升 比如说低食盐 比如说更大的贷款 那么这项技术 我们现在在3GPP 还有IEEE上 中兴都是前头的这个单位 它会作为R15的候选标准之一 还有就是 第三个方面的性能的增强 就是高可靠低食盐 来满足一些特殊应用 那么高可靠低食盐 有多种解决方案 包括基站系统的 硬件软件的设计的优化 同时也包括我们传输网的改造 来满足低食盐 比如说这个 防腐炮 Mate号 Mate号 Bike号 都需要有新的解决方案 这些方面 我们行业里面也不断的 包括中兴通讯在内 也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 在云云上进行探索和研究 另外还有一个解决手段 就是把复杂的计算 从云端下移 下移到边缘的 这个网园里面 像CDN 像基站的基带值等等 这样来减小传输的延时 5G的测试 我们在国家组织的测试是怀柔外场 经过了详细的认真的测试 从结果上来看 令我们感觉到很振奋 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我们测试的指标 远远超过标准的定义 我们的带宽 可以达到19个G 是远远超过标准的10个G 那么链接数 我们可以达到9300万 也是标准定义的3到6倍 我们的实验 是0.416秒 标准是1毫秒 这个也是远远第一 标准的定义 另外呢 就是我们也非常荣幸 这个国家领导 还有这个云商的主要领导 也都到我们的外场进行了考察 而且我们的基站设备 还摆到了这个中南海 受到了这个客墙总理 以及国务院领导班子成员的 这个现场的这个考察 也看到了 让国家领导也第一次看到了 我们中国的未来的5G的产品 这也是业界当前最体积最小 重量最轻 供应最先进的5G产品 预算用产品 我们与中国移动 始终在5G方面保持密切的合作 那么在今年的6月份 我们在就是广州大学城开通了 这也是我们在中国移动的最重要的一个实验场地 那么6月份开通了 国内的第一个5G的市商用的基站 目前我们已经有7个基站形成了连续覆盖 6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GSMA上海展的时候 通过远程方式演示了 做了一些业务演示 我们的速率可以达到单用户达到两个G 另外在这个现场 在这个CMI厂 我们做了很多应用场景的这些测试和评估 为后面的商用键网提供了很重要的数据上的支撑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月 最近我们与中国移动还有高通 中级通讯三家 在3.5G频段完成了全球首个 基于3GPP最新标准的端到端的空口的互通测试 已经完成了物理层的测试 年底将会完成全系统的测试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在文化进程当中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 也标志着中国移动始终在5G方面走在了业界的前面 我们讲到我们网络要升级 要功能增强来支撑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以及全社会的智能化 当然我们网络自身也要实现智能化 网络实现智能化 是前提是虚拟化 云化 那么虚拟化云化现在的技术发展也非常快 目前在全球行业这个范围内 虚拟化从核心网网员业务网员的虚拟化 商用已经非常成熟 那么现在在云化的基础上 在各个方面可以开始实施我们的智能化的网络改造 比如说我们可以实现网络切片 在虚拟化基础上实现网络切片 可以根据用户提出的特殊的需求 我来做到网络配置的灵活的配置 为用户提供特质的服务 及时的上线 另外我们利用网络的大数据 大数据上的人工智能的算法 来实现智能的运维 替代以往的单纯一套人工投入的 简单的这个录册 后分析等等 我们可以实现动态的 实时的智能化的实时分析系统 专家分析系统 网络的自适应 自完善都可以实现 目前呢 这方面的进展也是比较快的 这个今年年初 李月总也给我布置了个任务 给我们布置了个任务 就是让我们找到一个试点 来对中国移动网络的 WATI的网络质量 进行深入的排查 深入的分析 我们选择是在湖北移动 做了这样一项工作 目前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 其中我们采用的 到后期我们采用的 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 现在我们可以实时的发现 我们WATI业务当中 这个质量变差的原因是什么 实时给出 而且给出网络自动调整的一些动作 而且给出一些我们网络 这个改造 改落网络牌上的一些 这个决策建议 另外利用用户数据和网络数据的结合 可以比如说用户的行为 用户的使用习惯 网络的流量等等这些数据 像结合 能够实现对用户的精准画像 基于此也可以实现精准的营销 这些也包含了我们的智能化的算法 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在里面 另外在实现智能化的过程当中 中文空讯也是在业界里面 比较领先的开始采用 DiveOps的开发运营模式 这种模式最初是起源于 互联网 用于一些新业务的快速的开发 部署上线运营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对未来的网络的智能化改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采用的开发模式 就这样采用DiveOps 这样会提高我们的开发效力 能够做到研发 开发 还有运营 以及用户体验的几方面的 有效的系统 中文空讯为了更好地支撑 我们的合作伙伴 尤其中国移动 未来的大连接战略的实施 我们还会不断地加大研发 和技术方面的投入 来提升我们自身的技术能力 提升我们技术支撑和服务的能力 那么我们去交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最底层的芯片 最底层的硬件和软件 也就是硬件 最底层的硬件就是芯片 中型通讯也是行业里面 少有的几个厂家 能够大范围的 对我们电信网络设备的 芯片进行自主研发和设计的 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厂家 另外在最底层的软件 操作系统方面 我们也具备一定的实力 我们自己的资源操作系统 实时操作系统 那么现在在这个去年年底 也是跟航天工程 太阅工程和航母 我们还有其他几个项目 一起获得了国家的工业大奖 另外芯片方面 我们现在也可以提供 全频段的NBILT的 这个芯片 安全芯片 而且在今年的北京展上 也得到了这个年度的天鹅大奖 另外我们的操作系统 经过严格测试之后 在今年也用到了 我们的高铁 就是复兴号的高铁的 这个智能化调度系统当中 得到了使用 中心通讯 以往在全球范围内 也做了很多垂直行业的一些 应用尝试 积累了一些经验 那么我们也愿意 与中国移动 以及产业链的合作伙伴 共同来交流和分享 那么我们都知道 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万物移动智能互联的时代 即将到来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机遇 我们是希望 能够与中国移动 更好的配合 更好的抓住这样的机遇 来加快云化 虚拟化的 这个网络改造 智能化改造的进程 加速推动5G的商用化 能够一起来 打造全球的合作共赢的生态圈 合传未来 智联万物 是我们的理想 也是我们的目标 让我们一起努力 谢谢大家